在使用了几天之后 GDP4给我的感觉宛如重生 如果说之前的GP3模型是一个大学生的水平 那么现在GP4已经可以说算是一个研究生的水平了 如何向XLGPT提问 让XLGPT给出满意的答案 帮助我们解决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XLGPT4已经正式发布了 目前XLGPT的Plus用户 可以抢先体验GPT4模型 在使用了几天之后 GDP4给我的感觉宛如重生 如果说之前的GP3模型是一个大学生的水平 那么现在GP4已经可以说算是一个研究生的水平了 OpenAI官方描述是GP3模型水平还不错 但是可能在班级里是属于能考到倒数第10名的学生 但是GP4模型已经是属于 可以进到班级前10%的好学生了 为了对比测试 我把自己之前在GP3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扔到了GP4 没想到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了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需求 就是把XL表格里面 所有的中文全部翻译成英文 我问GP3他给出了一个答案是 需要在XL里面去利用红的功能 去输入一段脚本然后再运行这段脚本 但实际上我在测试的过程中 这个脚本既是安装成功了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一直报错 无法使用 问了GP4同样的问题 他给出了我两个不同的答案 而且这两个答案 都是能够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完成我的任务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以我自己的经历 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向XLGPT提问 让XLGPT给出满意的答案 帮助我们解决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给GPT新建了一个聊天 叫做智能工具箱 在这个工具箱里面 我会问他一些疑难杂症 比如说我今天的问题是 如何把XL文档中的中文变成英文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银行的流水 然后我就要把这里所有的交易记录 都翻译成英文了 因为我要开美国的银行 他们是要求英文的流水 我们按照XLGPT的建议 点击这边的审阅 点击翻译 我们点击一个单元格 就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很快的翻译成英文了 我把这一列全部选中 可以看到这边也翻译好了 我把它翻译的复制过来 然后粘贴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有问题了 它会把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粘贴到一个单元格里面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一起去问一下XLGPT吧 我接下来提了一个要求 把下面这些文字变成可输入 XL单元格的格式 然后把刚才的英文全部都复制过来 可以看到XLGPT已经开始生成内容了 然后我们先粘贴几个过来看看 到XL里面直接粘贴 可以看到这边全部都是对号入座成功了 说明这种方法是完全可以用的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能不能直接在XLGPT里面 把中文翻成英文 并转换成可以填入到XL的格式呢 我们就去试一下 我们直接给它提出这个要求 可以看到它这边就直接翻译好了 并且变成了可输入XL的格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粘贴过来 比XLGPT给我们的方法少了一个步骤 速度更快了 效率也更高了 所以说XLGPT对我们个人来说 真的是一座知识的宝库 关键是我们要如何去挖掘它 根据具体的问题输入不同的提示词 并且根据它的回答不断的提问 并且优化流程 这样的话XLGPT就能够为我们解决 各种疑难杂症 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去试一下第二种方法 通过谷歌表格的方式 利用这个函数来进行翻译 我们直接把这个函数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谷歌表格 把刚才同样的文件上传上来 然后打开 接下来我点击这边的空白单元格 在这里粘贴XLGPT提供的函数公式 然后点下回车 可以看到这边已经翻译成功了 其他的单元格就很简单了 我们直接右下角往下拉 函数就会自动复制下来 这样A列就自动会翻译出来 行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我直接拖动右下角过来 函数就会自动复制 帮我完成翻译 然后我们再从这里的顶行一路拉下来 整个表格就完成了翻译 如果有空白的单元格会提出错误 我们手动把这些错误删除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XLGPT4提供的第二种方法 也是完全可行的 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要知道之前我采用手动翻译的方式 这一张表格最起码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 而现在三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是自动翻译 不用担心翻译质量的问题 也不用担心手动输入发生的各种错误了 以上就是我自己使用XLGPT4的一个小案例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别忘了点赞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误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